因為我們是用Eclipse 你可以把它改成Android Studio 我發現好像都相通的 沒什麼太大的不一樣 Source 貼上去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小地方 當然你需要注意有沒有錯誤 不過我基本上我試了幾個 應該好像相容性都還蠻高的 所以很多人就寫信問我 Android Studio 要不要重新再寫一些什麼 其實不用,兩邊其實是有相通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簡單記事部分裡面有哪一些 這個範例裡面第一個 我們需要就是說這邊會有個List View 如果當你裡面本來就有一些資料的話 它會幫你列出來 因為現在裡面整個是空的資料庫 所以裡面沒有列出任何東西 所以一啟動的時候會有查詢 會有查詢的需求 那所謂的查詢就是什麼 把資料庫裡面有的資料 秀在 那一般會秀在List View 因為清單嘛 秀在清單裡面 那另外的話呢 還需要什麼新增功能 比如說我今天寫了一些東西 然後你Add就會新增一筆進來 第一個功能 第二個是Update 那什麼時候可以Update呢 當你點了一筆記錄之後的話 你要把它修改 可以用Update 什麼時候會Delete 你需要把某一筆記錄給刪除 就可以Delete 所以基本上這個範例 它具備有四個 就是資料庫的最主要功能 不外偶就查詢 新增 修改 刪除 大概會有這些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範例裡面 到底怎麼Run 第一個有不要放上去嗎 比如說一一這邊打一個Add 第一筆對不對 然後再來 應該把它清空才對 這邊第二個 再加第二筆Add 第二筆對不對 這邊就清空 所以你可以自己再加一個清空功能 把裡面塞一個空置狀給它 三 然後一樣 那也就是說這個地方 假設我塞了三筆記錄 你會發現它已經幫我放在什麼 放在那個資料庫的 那個資料庫裡面的一個table裡面 那這個table裡面呢 如果說今天呢 我要show的話 你會發現如果今天把它跳開 把它back掉 再進到裡面的話 那這裡面的話 有沒有 它一樣會幫你把它再查出來 那這個是永久性的 也就是說呢 不是做個樣子 是真的已經寫到 我們單機的那個 Seqlite的資料庫裡面了 那這個跟那個 share pre-pennies最大不一樣是 筆數可以比較多 它是一筆一筆的record 一筆一筆的紀錄 那裡面的話當然 這個table 它的結構就是 計势 然後前面會有一個你看不到的東西 就是ID 它有ID有123這樣 有個編號啦 OK 好 那如果說我要修改的話 比如說這個點下去 你會發現喔 當我點了這一筆的時候 我的需要的功能是 把這一筆紀錄帶到這邊來 並且讓這兩個按鈕 本來是disable有沒有 變成able 可以讓它怎麼樣 可以修改 那比如說我要修改的功能的話 就是當我按一下 我把這個地方 裡面比如說修改成 把這邊裡面的資料 隨便改個幾個字好了 把它改一下 改成55 按update 有沒有 那 這個點下去 這一筆一樣會掉上來 這個可以什麼 delete delete掉了 OK 那一樣的方法啦 反正就是不外乎就是什麼 查詢 查出來 新增 修改 刪除 OK 所以這四個功能通通沒問題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的話呢 我們來看一下裡面大家要注意哪些 第一個的話 那請各位先建一個這個專案 專案名稱的話 我這邊取名稱叫做A210底線Seqlite 我想各位先試試看 把這個先建起來 然後裡面的話 大概不外乎就是一個界面 裡面的話大概會放哪些東西呢 不外乎就是 我們來看一下 大概很簡單 把它簡單佈局一下 就是上面各位剛剛可以看到嗎 上面這個地方是放一個什麼 AdTest 那我叫AdTest01好了 然後呢 在底下 放了三個按鈕 三個按鈕 分別就是 BtmAdd 就它 把它放大一下 BtmAdd 然後 BtmUpdate BtmDelete 但你上面可以顯示新增修改 那名稱的話 你可以用英文中的都沒關係 最下面的話呢 放個什麼 放一個ListView ListView01 特別注意喔 這邊請注意一下 因為這邊 橫向的對不對 所以請各位注意就是說 我預設是用Linear layout 然後呢 我需要在這邊放一個什麼 三個按鈕 如果你沒有再擺一個Linear layout上去的話 它會變成縱向的 一直往下 所以你需要再放一個橫向的Linear layout 放三個按鈕進去 OK 這個簡單的佈局 那等一下我們再來看就是說 C-Linear的資料庫 要怎麼樣可以做到 查詢 新增 修改刪除的目的 OK 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